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 有人说我删除留言 破坏言论自由 我从来不会删除任何的留言 但是这个系统有时候会吞掉某些留言 我也搞不懂它的这个判断标准是什么 有些问题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讨论 比如对我最大的一个批评是说我抹黑中国 首先这里有个概念性的错误 中共不等于中国 其次是抹黑是指丑化和歪曲事实 我所举的例子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黑的白不了 白的也黑不了 你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亲身经历或者是亲眼见到 就直接否定他们的存在 有人说我是为了吹捧美国而贬低中国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这种误解 我作为新移民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我之前在中国的生活 和我现在在美国的生活 我实事求是去表达 我在这两个国家生活的体验确实在中国感觉不好 在美国感觉挺好 这些都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 你有权利不喜欢 但不要给我戴帽子 我确实恨中共把控的中国政府 但是我不会恨无极无 进而的去恨整个中国 我确实爱给我新生活的美国 但我不会爱无极无 进而去爱美国政府 政府和国家不是一个概念 政府只是临时管理国家 试问 中国历史有5000年 中共才100年 凭什么和中国画董号 而美国是两党轮流之中 美届政府的服务周期更短 如果哪届政府胆敢强行 把自己和国家谎为一谈 美国人民首先是不答应 而且政府有可能成为国家最大的威胁 原因很简单 因为政府是国家支出大船的舵手 如果政府里那些掌权者的脑子坏了 或者是心眼烂了 那支出大船的航向 就有可能出现问题 也有可能使向未知的险境 那我们每个人作为这艘大船上的船员 命运是和政府绑定在一起的 而政府里那些掌权者们 未必都是头脑最精明 道德最高尚的人 他们也很有可能做出愚蠢的决策 把大船往惊涛骇浪里开 试问 你愿意把自己生死攸关的前途 百分之百放心的交给政府吗 所以我的观点是 也是今天的话题 那就是我们必须提前假定 任何政府都是由一群恶人组成的管理的 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和防叛他们 因为如果传承了 我们也都活不了 我对政府的基本态度 要从我的一个童年阴影说起 我出生于1988年 那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执行最严厉的时期 我是家里第一胎 我弟弟就属于超生人口 我们那边的农村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讲究人丁兴旺 所以没有人真正的服从 一胎化政策 哪怕是被罚款 哪怕是被结扎 也要生两个或者三个 一胎政策真正能约束到 是那些吃公家饭的人 比如政府的公务员 编制内的老师 国企的员工 你要是敢超生 他们就砸了你的铁饭碗 大家想想 铁饭碗多香啊 换了是你 你怎么选 是多要一个孩子 还是要这个一辈子的饭碗 所以我的大学同学里 有很多独生子女 他们都是来自城市啊 我们家因为多生了一个孩子 所以我父母都被抓去 强制做了这个绝育手术 俗称结扎 那时候村里和我同龄的小伙伴 父母都被抓去结扎了 通常都是那个村干部 带着计生办 把人堵在家里 反抗激烈 还要被绑起来啊 有的妈妈会撕心裂肺的哭喊 我曾经和一个美国朋友聊过这些 他没有办法理解啊 他确实理解不了 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他很这个疑惑 政府怎么可以像对待畜生一样 对待自己的人民 连最基本的生育权都被剥夺 那些被侵害的人 为什么不站起来反抗呢 我父母除了被结扎 还被罚款850元 按理说啊 这两种处罚落实了 这事基本上就算过去了 但不幸的是 我爸不小心把这个罚款的收据弄丢了 你可能会说 弄丢了不要紧嘛 反正交钱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有存根啊 之类的记录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如果他们非说没有记录呢 他们说没有记录 我父母就没办法单方面的证明 已经交了罚款 那想查他们的账 纯属是做梦啊 所以不幸的不是丢了收据 而是那些村干部不讲道理 他们摆明要欺负人 就是不承认我们家交过罚款 就是要逼我父母再交一遍 你可能会说 既然胳膊拧不过大腿 那就稀释宁人 交钱吧 但问题是850元不是小钱啊 之前交的都是东拼西凑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不理解啊 一个家庭竟然拿不出850元 我给大家算一算账 绝对会刷新你的认知 那时候是90年代初期 我还没有开始读小学 沿海地区的经济已经在逐步的发展 但是对我们中部内陆影响还不明显 村里面外出打工的也几乎没有 所以农民的全部收入就靠家里的几亩地 我们家呢是三口人 因为我弟弟是超熟算黑户 就是没有资格分到田地 每口人可以分到一亩半田地 我们家也就是四亩半 全家所有一切的花销 都来自这四亩半所种的庄稼 种庄稼分为两季啊 一季是小麦 另一季种这个玉米大豆 庄稼的产量是多少 大家知道吗 这个要看产地啊 我们那边小麦亩产差不多600斤左右 玉米呢八九百斤 大豆是300斤左右 那时候的价格是多少 我记不清楚了 因为我年纪太小嘛 反正不会超过每斤一块 因为现在小麦玉米也才一块多点嘛 大豆会贵一点啊 那个时候猪肉一斤才两三块 现在已经十几二十块了 我刚读小学的时候 学费是每学期90块左右 总之我们家当时的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把粮食全部卖掉换成钱 差不多是4000块人民币 这也是我长大一点之后父母告诉我的哈 但是我们不可能把粮食全部卖掉 因为第一要先上交一部分的工粮 具体多少我不清楚啊 大几百斤是有的 第二呢要留一家四口人的口粮 第三还要留一部分 就是来年当做种子用嘛 剩下的第四部分才可以卖掉换成钱 能有多少钱 大家可以自己大致估算一下 反正不会到2000块 这部分钱还要先预留一部分 用来付政府的各种杂税 比如提留款之类的 剩下那更少的一部分 才是我们家的可支配收入啊 包括看病 衣服 电费 日用品 等等一切的开支 另外我们家养了一头猪 赚了钱可以就是用来买农药和化肥 朋友们听到这里 你还觉得850元是比小数目吗 我前面讲的这一段 欢迎任何人去考中 不是我们家的个例 而是整个村子家家户户基本如此 也不是我们的一个村 而是20多年前 苏鲁玉碗交界那一带的普遍情况 中国农民的日子真的太难了 贫情不是最可怕的 反正那时候大家都穷 也饿不到肚子 真正可怕的是 基从政府管理混乱 随意的欺压百姓 践踏人民的权利 所以你应该能够理解啊 当村干部不承认 收到过那850块的罚款时 我的父母是多么的绝望 辩解是无力的 求告是无门的 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屈服 每一次村干部上门催收这个罚款 都会引发我父母的争吵 我妈就怪我爸弄丢了这个收据 如此反复很多遍 逐渐就在我心里形成了阴影 反正那个时候只要见到村干部来我家 我心里都充满了愤怒和咒骂 这种愤怒和咒骂 对一个孩子来讲意味着什么 大家可以自己体会 后来差不多四五年过去了 我们家才慢慢的把那850元分多次补交上 这件事情啊 伤害最大的其实是我弟弟 他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个错误 长大后才慢慢的释怀 我们家绝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中国政府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伤害了几千万个家庭 这种伤害还要延续几十年 比如尸毒的问题 很多父母 独生子女 就是因为种种原因 英年早逝 他们又失去了再生育和收养的机会 就成了尸毒老人 他们的晚年怎么办 谁来管他们的养老 谁来安慰他们痛苦的心 据不完全统计 2010年中国的尸毒老人 已经达到了200万 现在11年过去了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变大 一台化政策 是个完全错误的政策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 会把人口当成负担 中国政府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个错误 但是他们已经通过实际行动 自我打脸了 2015年 宣布全面放开二台 仅仅五六年 风继续吹 去年又开始实施三台政策 他们终于认识到 人口就是财富 人口就是红利 中国计划生育引发的负面影响太多了 有机会单独做节目讲解 我今天还想再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 有点吓人 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 那是在我刚读小学的头两三年 就是经常听到同学说啊 在哪里哪里见到弃鹰呢 我自己和小伙伴去山上玩 也见到过两次啊 都不是活的 有同学见到过活的 后来报告给大人了 这个弃鹰现象和经济条件的关系不是最大 因为像我的父辈啊 祖父辈 家里的经济条件更差 但普遍都是兄弟姐妹三到五个 导致弃鹰的罪魁祸首是一胎政策 因为农村重男轻女嘛 认为男孩才能传宗接代 所以当家里生了一个女孩 又怕被官方发现 有人就会出此下策 残忍的丢弃自己的孩子 你可能会问 生了孩子官方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不了解那时候我们农村的状况 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在偷偷摸摸怀孕 偷偷摸摸生孩子 那个黄虹和宋丹丹主演过一个小品 叫超声游击队 讲的就是这个事情 而且那个年代 我们那边村里生孩子 就没有条件去医院啊 都是请接生婆来家里接生 再加上村里大家是互相帮忙打掩护 所以很多人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孩子生下来 当然也有平时得罪了别人 被人恶意举报的 虎毒不食子啊 我经历的弃婴不是个别事件 而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现象 如果不是被政府逼到了极限 人是很难做出这种道德沦丧的事情的 而且请大家注意一点啊 我和我同学见到的 只是被家人丢弃在野外的 还有那些被偷偷一掩埋的女婴呢 数量有多少 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啊 谁来追究那些杀婴父母的责任 谁来追究导致这种人伦惨剧的幕后黑手 重负的责任 后来这种事情就渐渐没有了 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啊 别的省份我不太清楚 但是在我们老家那边 后来规定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许再生一胎 官方的名称好像叫一孩半政策 就这个政策在我们那里实行的相对比较晚一点 从1980年起 中共政府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 导致了数以亿计的婴儿被强制堕胎 这个恐怖的数字我可不敢捏糟啊 官媒新华网在2013年发文指出中国每年人工流产至少1300万例 位居世界第一 有些父母怀孕了七八个月被官方发现 还要被强制的银产 大家可以去搜索冯建梅强制银产事件 还有更恐怖的山东贯献的百日无孩运动 当时的口号是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 关于这两个事情 如果大家去网上搜索看详情的话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太残忍 可能会给你留下阴影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我 为什么总是抓住陈年网是不放 当然不能放 全国人民都不能放 因为政府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还没有重担自己的责任 甚至连认错表态都没有 供别提赔偿了 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 能不能等到中共政府的道歉啊 我之前有一集节目提到了文革 不出所料 有人说我就是重提 并且还替中共辩解 说什么现在已经在反思文革了 真的在反思吗 那为什么把文革的定性 从十年浩劫 解读成十年动乱 这两者的差别太大了 如果中共真的在反思 为什么不允许大家讨论和批评 我特地去中国的这个百度网上测试了一下 输入文革二字 搜索到的内容都是官媒发布的 每个页面有十条内容 我一直翻到了第三十几页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官媒的内容 一丁点民间的声音都没有 我强烈建议大家 特别是替中共辩解的人 也去百度上搜索温格二字 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顺便麻烦你一直往后面翻 看看官媒的内容到第几页才会停止 有人说中共在执政方面也在做改进 关于这一点我承认 我也经历过一个事情 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时我把户口从老家转到南京 需要公换这个新的身份证 去南京官局办理的时候 就感受到如沐春风的温暖 因为之前去政府部门办事情 一直体验都不好 这点中国人应该都有体会 但是在南京公新身份证的那次体验 真的太好了 就是帮我拍照的人也都很有耐心 第二天竟然还有人打我电话回访 问我拍照的效果还满意吗 最后让我给他们的服务打分 我当时真的有点不习惯 说实话 我很赞赏这种为民服务方面的改进 虽然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态度 总之是值得点赞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没有被这一次的完美体验冲昏头脑 因为对于政府来讲 想做到这一点太容易了 只是向市面上的企业稍微借鉴了一下而已 然而回报绝对是超值的 因为是和以前官大人那种高冷对比 老百姓会觉得 哇塞 我们的政府真的太好了 共产党万岁 这一招真的太有迷惑心了 政府用一点点漂亮的面子工程 轻易就把民众的注意力 从那些主要的本质的问题上转移走了 虽然这些表面工作值得肯定 但是改变不了 共抵消不了 中共因为独裁集权犯下的一系列的罪行 打个简单的比方 一个杀人犯 有天他发了善心 扶老奶奶过马路 这种好人好事当然值得表扬 但改变不了他是杀人犯的本质 法官也不会因为他的小小善举 就饶恕他杀人的罪行 聊了这么多 大家还记得我开始时提出的观点吗 提前假定任何政府都是恶的坏的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有利的监督和制约 这一条适合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政府 当然也包括美国 而且这个原则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贯彻 美国人确实像防贼一样 时时刻刻防着自己的政府 但即便是这样 美国还是在政府的主导下 犯过一系列严重的错误 比如说美国在这些年卷入的战争 战争真的是最后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吗 问题是被解决了还是被放大了 那些政府掌权者做出的错误决策 导致从千上万士兵付出生命 数以千亿军费化为乌有 这些承证的代价谁来买单 不还都是美国的老百姓吗 而那些决策者又重担了什么 最多是重受一些口水 卸下头衔 一身轻松 脸皮厚的还可以出几本书 做一些电视节目 板税出场费 两不误 几百万美金 轻松进账 还有美国政府针对 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一系列的极端政策 造成了多少充满血泪的事件 也给美国民主抹上了擦不了的污点 我之前说过 美国政府是可以信任的 这是一种相对的信任 有条件的信任 带着怀疑的信任 之所以可以带着怀疑 是因为我们还有选择的余地 这是不完美的民主制度的一个优势 也让我们在接受这种不完美的时候 心里能够稍微的平和一点 就连那些看似正常的国家 也逃不出政府作恶的怪权 比如台湾的228事件 以及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 有多少无辜的民众 沦为政府暴力机器的毁灭对象 类似的还有韩国的光州事件 同样是政府的恶势力 残害守屋寸铁的人民 唯一有一点点欣慰的是 这些国家的这些事件的真相 没有被刻意的隐藏 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查询到 任何人都可以公开的缅怀 或者是批评 也出现在一些歌曲 或者是影视作品里 纪念着那些人不幸的逝去 我们反观中国政府 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方式 你会看到本质的差别 发生在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大屠杀 大量的学生老师 平民丧命于中共军警的机枪和坦克 没有人知道具体的伤亡数字 直到今天 政府还在拼命的隐瞒真相 所有公开的悼念活动 动同于政治犯罪 海内外大量文艺作品 因为提及六四事件 就被中共政府封禁 中共的极恶之处在于 不但夺走无辜人的生命 还要污名化受害者 抹出他们存在过的一切证据 中国人喜欢用所谓的格局观 去替强权辩护 有一套说辞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那就是 因为现阶段发展的需要 必须先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 等到将来怎么怎么样了 大家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了 强权者所谓的丰功伪迹 为什么要拿一代又一代 普通人的人生做陪葬 我试问 我可不可以选择不要发展 我可不可以选择 不做被牺牲的那部分人 我真的对那块叫做将来的大饼 不感兴趣 我只想过好我自己的这一生 有时候想想 世界上的这些国家 就像是一群奔跑的野兽 区别是 有的跑起来慢吞吞 悠哉悠呆 有的跑起来不急不慌 保持目标感 也有的红冲直撞 总想跑到第一名 结果把自己摔得不轻 表面看起来还OK 其实已经有了内伤 而我们这些普通人 都是野兽身上的跳蚤 如果运气不好 生在鲁莽的野兽身上 免不了跟着他一起摔跤 搞得伤痕累累 但是 我劝大家不要绝望 因为你还可以选择一个靠谱的野兽 鼓足劲 找准机会 跳到他身上 然后 你就安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